血管变年轻的第二个宝贝就是紫水晶 张老师您揭晓吧 那给大家看一看 紫洋葱 我们在和北大人秘医院的博士生导师做的试验的时候 作为一个临床大夫 往往是用药比较多 而且很少关注食物中的某一个成分 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心脑血管疾病 一定是与它的脂肪和血管内的一些酸子有不一定关系 那用它能不能融开 能不能阻止它的吸收和利用 使它的血管干净一些 它有什么成分可以让我们血管这么干净 紫水晶肯定有花青素 对 紫水晶肯定有花青素 这是肯定的了 除了紫水晶的花青素 还应该有这么两种东西 第一个东西我们叫前列试验术A 这个东西其实对血管的紧张程度和扩张程度弹性都有好处 既有花青素又有前列腺素A这样的食物 除了这个洋葱以外现在还多吗 应该说是花青素的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前列腺素A的这个成分相对的少一些不太多 它就比较方便了 它就是一个最经济实惠的一个来源 而且是最多的一个来源 前列腺素A啥东西呀 我先跟你说个故事吧 上个世纪90年代 美国哈佛医学院心脏科教授格尔卫志博士 在Newsweek新闻周团上发现这么一条消息 说美国人吃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吃得多多 美国人口是全世界人口的二十分之一补刀 但全世界六分之一的肉类是美国人吃掉的 可自1995年开始 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却没有升高的趋势 这是为啥呢 这位格尔卫志博士也纳闷呢 就和自己的团队开始研究 结果发现美国人有个习惯 无论吃什么肉都习惯放点洋葱 一天吃洋葱的量至少再一颗一炸 你是说洋葱保护了美国人的心血管 准确地说是洋葱里的一种物质 它能帮助扩张血管 增加血管弹性 这种物质就是前列腺素A 没错 不过你可得听好了 不是说你吃洋葱就可以炒菜吃肉啊 我哪有那么傻 那小队 你不知道洋葱为啥会要洋葱呢 不知道啊 相传乾隆年间 一个来自阿拉伯的商人 将他们国家的宝物献给了乾隆王的 这个宝物就传到了门边 有一次乾隆微服出巡的时候 在福建竟然发现了紫洒的洋葱 就是我们说的紫水晶紫洋葱了 呦 原来洋葱还真是漂洋过海来的呀 其实在洋葱当中 不光有前列腺素A 还有一种元素 也能帮助缓解心血管疾病呢 含硫的一些化学成分 我们在和这个北大人命医院的 这个博士生导师做的这个 试验的时候 他主要是用的这种 洋葱头里头的 含硫的化学成分来观察 他小白鼠里头血管的这种改变 这种含硫的化学成分 其实是清理我们血管 而却把脂肪能够分解成非常小的威力 让它赶紧排出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水晶 hone